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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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現在錄影時間是 禮拜四下午的2點44分 台北股市漲67點0.6% 全球最強的股市 全球最強的股市 你看今天OTC OTC大漲 1.5個百分點 所以今天是中小型股的天下 整個OTC 中小型股全面的大漲 但還是在個股啦 不到全面性啦 1.5%是不錯 也不是說高到哪裡去 可是跟亞洲股市比較起來 你看今天 南韓小跌 日本小跌 香港跌155點 大陸股市跌0.3% 只有台北股市最強 包含 昨天美國歐洲也都是跌的 那為什麼台北股市能夠這麼強呢 所以我就說嘛 防疫做得好 你看台灣防疫做得這麼好的時候 新台幣一直在升值 新台幣升值 新台幣一直流向台灣 新台幣一直流向台灣 你看新台幣一直在升值 新台幣一直流向台灣 美元已經夠強了 新台幣比美元更強 因為防疫做得好 錢到其他國家去都有風險 來台灣 躲疫情 有那樣的一個味道 包含外資賣了5000億 也不敢出去 因為去別的地方反而危險嘛 所以賣了5000多億 留在台灣 市機還是會動 市機還是會在進場 可是外資賣台股的 動作跟企圖心還是不變的 所以你不要看到漲 你就失去了戒心 這樣就不好了 昨天美國股市道瓊開高走低 連續兩天 連續兩天都開高走低 原本早盤漲了170點 到了收盤跌了218點 所以你如果看到道瓊跌 可能你會有點擔心 那我跟大家講過 你要看細節嘛 早上的節目裡面 有跟大家談過 昨天美國股市主要跌在跌 銀行石油公司 至於科技股的部分 反而昨天是比較穩的 昨天蘋果漲1% 不管是微軟 Intel 高通 美光 其實漲幅都在1%上下 那1%其實也不多 你看台北股市各股 起1% 1%就有桿桿了 對 可是指數 就有穩定的效果 所以昨天電子股的強勢 美國電子股半導體股的強勢 讓台北股市間電子股 有攻擊的機會 所以昨天納斯達克漲0.5% 不能幫我提漲了1% 那台北股市又趁機 電子股就開始上來了 今天電子股一上來 那防疫概念股自然而來就消瘋了 你要說恐怖平衡 我不喜歡用這種字眼 股票市場 大家開開心心賺錢 不要用那種恐怖的字眼 所以經常講這叫敲敲板 昨天電子股如果防疫就起來 防疫佔了11% 電子股只佔了57% 那電子股如果成為主流 它佔比重會拉高到65%到70% 今天電子股佔了67% 防疫從昨天的11% 掉到7個百分點 所以你要說民意如流水 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人氣也跟浪潮一樣 你氣勢好的族群 資金一樣會跟進 可是只要一衰退一下滑 市場人氣退也會很明顯 所以今天防疫概念股 就沒有昨天來那麼強 佔資金比重有鋼阿春七八七 電子股今天反而是冒出頭 那電子股今天為什麼會那麼強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我們先來談防疫概念股的部分 今天防疫概念股就沒有像昨天 來的那麼一窩蜂 全面大漲 尤其口罩股的部分 這波口罩股最強 口罩股最強 那今天口罩股幾乎全面倒 一面的倒 只有跟大家講過口罩已經炒過頭了 坦白說口罩是很重要 全世界都很缺貨 可是利潤很低啦 你看恒大 兩個月才賺兩毛錢而已 康納鄉 那根本就是做衛生棉的 做衛生棉的公司 竟然能夠標9根漲停板 很離譜齁 很誇張齁 你看防疫概念股這一起來 很大 15塊標到100 標到110幾 6倍 電子股也沒有那麼會標啦 康納鄉連續9個漲停板 電子股怎麼會標 對不對 閩城還標了20倍 還標了20倍 所以電子股都是幾10% 30% 50% 40% 在算 防疫股都是幾倍幾倍在算的 你們有沒有做啊 口罩股你們有沒有做 每天跟大家談口罩股 你們有沒有做 那橫大炒到100多 太超級了啦 太超級了 太超級了 不要做就好了嘛 為什麼會插超級 空股 四千幾點的空股 你讓市場有恃無恐的加你啊 可是這兩天從高檔掉下來 會兩天也兩次停板耶 兩天也兩次停板耶 也是很恐怖啊 所以像中股票都不要理他就好了 你如果不要去賣 賣的風險那麼大 還不可以去空的 更不能去空 你空的到時候你要繼續擦你 你也沒辦法對不對 你看康大鄉 煎地久跟漲停 然後掉下來 差一點跌停又拉回去 康大鄉老闆也一定 很壓抑啊 什麼時候我的公司變成這麼投機 股價會標成這個樣子 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過這麼高的價格 從來沒有那麼高的價格 為什麼真的那麼好賺嗎 也沒有啦 八千幾點的空股 八千多張的空單 你要當然嘎你嘛 不嘎你嘎誰呢是不是 不要看他就好啦 不要說一眼紅又要空人家 能夠做多賺錢 你何苦去放空被嘎 現在不是放空的時候 這時候你放空很容易被嘎啦 口罩股不要再碰了 有啦只有只有一檔而已 你看聖宏 我2728講的 標到55塊錢 也一倍啊 一倍也很好啦對不對 正好收嘛 我再禮拜一禮拜就跟大家講了 我夠了啦 夠了啦 不要再去追 你看今天 昨天55今天45 一天來回10塊錢 10塊錢也是20塊錢 那這種這麼大的波動 你在跟他做投資 其實不安穩啦 可是空單又增加到1700張啊 為什麼要去空他呢 看他不順暢就要來修理 你每天去修理就好 不要理他嘛 找其他底部的股票再開始嘛 一檔一檔從底部開始嘛 不要每次看到你要漲就要空人家 或者看到漲然後就去追高 沒有那個比喻啦 閩城這次標最多 20倍 對15塊標到300塊 現在口罩股剩下唯一檔 上油原料 遠東心 全球最大口罩不織布的供應商 更重要的是 開發出最新抄襲纖維的不織布 可以當過濾的材料 你知道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不但捐給國家口罩隊 連歐洲澳洲土耳其 都拼命對他下單 那個訂單已經排到7月以後去了 現在口罩我們台灣口罩一天兩千萬片 兩千萬片一個月多少 六億片 一個月六億片 六億片不缺了啦 我們之前口罩每年從大陸進口 一年進口四億片 我們現在自己一個月就可以生產六億片了 所以台灣口罩已經不缺 但還沒有開放外銷 那你外銷也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現在世界各地很多國家 乾脆都自己生產了嘛 對不對 自己生產口罩 省得去買到大陸的黑心口罩 大陸黑心口罩一堆啊 買到黑心口罩麻煩啊 用也不能用 裡面用衛生紙當綠材 那為了避免這個東西 避免買到黑心貨 所以世界各國很多都開始自己 買機器自己生產口罩 那你自己生產口罩 要什麼 要原料嘛 對不對 要不織布的原料 要中間綠材的原料 所以口罩股慢慢的會 重心會轉到什麼 轉到原料的提供 上游原料的提供 所以遠東新這支 反而變成接下來的大黑嘛 那如果他自己也來一條龍生產 那更不得了 那更重要的 每股淨值38塊錢 現在股價才二十幾塊錢而已 昨天炒過頭了啦 我在禮拜一講的 二十五塊講的 那漲表到三十塊 兩天二十八 這樣快喔 那出現昨天這根亮之後 要洗愛睡 那好機會啊 趁洗的時候有下來 我們來Q嘛 我們對外面來Q嘛 好 領和宴的特色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我從來不講那些 今天強勢的股票 講那種罰眾取寵啊 你如果沒買啊 或者你都是在追高買的 有什麼好講呢 領和宴一步一腳印 最踏實 每檔好的題材 好的標的 對table開始一支一支慢慢走 你們常見看我節目 你們知道 你認同我這種方法 那你到底來探集嗎 我來找底部的股票 我們一起來賺 像這次元東興也是一樣啊 對在還沒有標的時候 就開始買 買完之後兩天就二十趴了 那現在下來 我也不會說 因為下來我就不敢講 下來好啊 下來再來買啊 指數漲了兩千多點 有那種重點族群 尤其又低於淨值的 安全淨可供退可手 所以口罩谷的部分 元東興特別注意 那今天反而是原料要很強 國光生計 接下來據說七月份 會開始生產疫苗 可是國光生計 還一直在賠錢喔 賠得很誇張 賠得很誇張 像這種 我看到這種財報 我坦白說也不會掉 那今天另外一組 比較強的是在原料藥的部分 原料藥很強 原料藥裡面 我昨天已經開始跟大家提醒了 原料藥缺貨的問題 會浮上檯面 大家都在注意 武漢肺炎的疫情 都在注意疫苗 對 注意 瑞德西韋 可是都沒有注意到原料藥 其實才是最大的市場 慢性疾病 不管是糖尿病 心臟病 腥臟病 一大堆慢性疾病 每天都要隨時用藥來控制 這是一個最大的族群 可是印度現在全面封鎖 全球兩大產國 印度中國 目前都沒有在出口 沒有在出口的時候 庫存量 可能存兩塊而已 可能只剩下兩個月庫存量而已 所以原料藥的價格在飆 飆就算了 如果到時候斷吹的話 那麼慢性疾病的患者拿不到藥 那就是一個更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 這裡面蓄附 原料藥裡面最賺錢的公司 這一年賺7塊錢 或是高級已經標了 140幾塊 要15塊 反而我會注意 目前落後 獲利還特別頂尖的 生態 生態4月份的營收 已經比去年成長一倍了 那就有差了 對不對 4月份去年成長一倍 很明顯價格是在漲的 包含第一季的獲利 1.56 也比第四季的 一塊錢 一季增加50% 也比去年的1.34 成長16% 所以明顯在整個數據上面可以看到 原料藥價格 再開始往上抬 那再開始往上抬的時候 你看它 價錢84塊 EPS跟蓄付差1塊錢 差了1塊多 股價卻差了1倍 所以 生態要注意 生態要注意 那其他防疫概念股的部分 不要再去對管啊 好今天電子股 又成為盤面上的重心 尤其是中小型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5G概念股很強 5G概念股裡面 今天從穩帽 從穩帽 到雙鴻 到操縱 台光電 帽連 都起來 因為最近開始在發佈 4月份的營收 也在發佈 第一季的財報 所以個股行情才是重頭戲 今天整個電子股開始強 原因在於雙鴻 雙鴻昨天發佈第一季財報1.68 衰退28% 所以昨天股價是跌3%的 可是法人出報告 預告 雙鴻第二季的獲利 會成長1倍 這個加菜又加料 上個禮拜公司派老闆才說 第二季會比第一季成長35% 老闆說35% 外主黨 嘎罵變一杯 那散戶就專門看報紙的啊 看消息的啊 哇 第二季1倍 然後就把它挑進去 今天一開高 就大漲 那這一波電子股從誰開始 就從5G開始嘛對不對 5G一上來 整個電子股帶上來 5G最近在休息 所以今天5G一起來之後 整個電子股又燃燒起來 可是你要 不要看一天而已 也是沒有供出去嘛對不對 文帽也是沒有供出去嘛 雙鴻也沒有供出去嘛 茂蓮也沒有供出去嘛 所以不要看一天行情而已 反而如果漲高去發佈利多 那反而是危機 所以5G我還是提醒大家 不好堆 不好堆 等到真的可以買的時候 我再來帶大家買 我再來帶你們大家買啦 不要看到一漲 然後你又開始去追 那追了之後到最後被套住 那就可惜了 你要買你要買什麼 買底部起漲的 你知道5G的相關個庫裡面 只有1家 只有1間 4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而且不但是4月創新高 3月也創歷史新高 連三兩國的 哪一家 晶圓店 晶圓店 4月營收歷史新高 3月營收也歷史新高 第一季比去年成長30% 完全沒有受到全球封鎖的影響 所以一直跟大家講 晶圓店今年在5G基地台訂單接很多 目前還在淡季就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緊接5月開始 每年5、6、7、8、9、10、11 連三長達半年的旺季時間 所以你看去年 也是從5月份一路飆到 11月份 那今年業績又比去年更好 淡季就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所以這支股票怕他沒來而已 有來的你緊張 這是一直沒有人談的股票 靈臺院總是這樣子 在別人還沒有談 還沒有發現的時候 還在谷底的時候 我就率先開始跟大家談 讓你能夠從底部開始買 底部開始規劃 不要每次都在追高 追高賺一點嘛 阿蘇輸一大堆 讓我們底部買 安全 又有基本面保障 行情一發動就是一大串 30%、50%這樣談來 所以5G的個股 除了晶圓店以外 其他先不要急 同時 即將5月進入營運旺季的 預期愛注意 預期愛注意 我已經講了好幾天了 我們從83、85開始買 第一波漲到98塊錢 現在在做第二波的修正 現在在做第二波的修正 趁修正有好價錢的時候 趕快來建立此股 你看預期 在他營壽分布圖裡面 每年5到7月是第一波的多頭 第二波從10月到1月份 所以去年5月漲到8月初 10月漲到1月份 獲利創歷史新高7.8 第一季是他傳統的淡季 第一季是淡季 即在淡季中發佈出來的業績 2塊錢 又比去年成長50% 那即將進入旺季 目前股價在底部 所以我找的都是 基本面接好 而且即將進旺季的個股 這樣投資 才有意義嘛對不對 才能夠安全安心賺大錢嘛 你看第一波現在在整理 接下來開始飆出去之後 那麼開啟今年5到7月的 新的一波多頭 這幾檔個股可以特別留意 所以你現在要找 指數已經漲了2400多點 外資無所不用其極的 想要把台股給打下來 外資那種企圖心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自己警覺心一定要高 起館就不要再去堆啊 不要去搶那種最後的晚餐 這樣都不好 我們從底部開始全套大餐把它吃下來 林合燕一檔一檔找給你 我們一檔一檔慢慢來做 30% 50%都很好賺的 你們長期看我節目 你如果認為林合燕這種方式 才是真正的長久在股市投資的方法 長期在股票市場 細水長流咕咕等等的風聲 你認同的 那來找林合燕 我們到底哪有什麼 我每天花很多的時間 我找了很好的標的 就希望能夠提供給大家 有賺大錢的機會 一檔一檔慢慢來 不要急 不需要每天去追弄漲停板的股票 那個沒有意義 好 那沒有意義 我們負責線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勝利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